每个人都有梦要去追 这些出发也不卑微 每个人都有不完美 理着风也要去飞 终点线上花花香凉 可汗水当最嚣张 抬起头不灭的星光 让我们一起仰望 我的天空 就是如此的不同 我的梦中 总会有你的笑容 烈烈的海风 有暖阳风 我平凡的光 做你的英雄 我的天空 有一道夜行彩虹 天空连一遍 寂寞的永远 喂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不是老大 我是高楼 我入侵的手机 改自来电显示 哈哈哈哈 我就是那么强大 打不倒我爸 我就那么强大 哈哈哈哈哈哈 我跟你 什么时候回来 明天 明天我来接你 你来打啤酒 不会是真听到了直播间那句话吧 我其实刚刚我 我其实不用 不用什么 我 我刚刚直播的时候 我没听 给你发完微信之后 我就跟高楼他们出来吃饭了 你说什么了 跟我有关 没没没没 就是刚才在直播间说了句脏话 我觉得太丢我们团队的形象了 没关系 我已经让开门删掉了 嗯 等会儿赶紧得让卡妈把食品删了 我记得你也是深海人 嗯 这几年在西安的时间比较多一点 春节要不要再一起回上海 喂 哎 老大 下雪了 下雪了 下出雪了 哇 哇 快乐和你分享的时候 自然而然的谜 香烟下雪了 喂 下来 每次我在想你的念头 跟着呼吸的节奏 跟着呼吸的节奏 陷入一次的温柔 默契就是你的回忆 会让我接近 闻到大的距离 我会用这勇气到白的心 奔向你 再遇见 只能看你 只能看你 决定 我会让你 决定 那天明天的天和 明天几点的航班 我来见你 全天 每次 遇到我们的遗憾 寶貝在我的世界 Oh 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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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穿進我的世界 Oh me Oh me Oh me 又到了一年一度 擔心光頭翔 掌凍窗的日子了 Oh 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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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n oh Oh me Oh me Oh 虾了 今天穿得这么帅 真的是没有认出来 对不起啊 可能刚才是有一点点虾 那一让我看一下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打扮 让我再看一下 有人要亲亲了 小孩子别乱说话 不好意思啊 他不懂事 你怎么办 看你都瞎了 我还是别为亲男的 送你回去吧 感冒好了 感冒好了 小时候听我奶奶说 只要把感冒传染给别人 自己的感冒就会好 看你现在这样 估计在某个角落里 某个可怜虫 已经开始遭殃了 你别看我啊 我没有感冒 我只是刚才 出来的时候 吹了点风 听说 你在员工大会上 跟董事长抢天梯了 消息这么快 就传你那儿去了 没被当场迅哭鼻子 哭了 当然哭了 哭得稀里哗啦的那种 我知道公司里 有很多我俩的流言蜚语 那也有很多事情 我没有办法 一时跟你说得很明白 但那些都不是真的 这么短短的几个月 我算是见识到了 这么个小小的格子尖里 谣言传起来 能有多礼貌 你今天要不舒服的话 就在这儿休息吧 那可不行 半天工资呢 好 谢谢啊 那我先回去了 见识了 真是 不错 等你 那是 你很难 我说不想 我应该知道 你了解 不想 我跟你干什么 我对我 哪有人这样几位尽的 宠死了 之所以来喊林青青呢 是想拉着技术部的同事们 一起去行政部门评评理 既然大家都在这儿 索性就在这儿 把话说明白 没什么好说的 那向组长回来再说吧 有些人还挺擅长惹麻烦的 靳晴妹妹 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吧 而且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反映过很多次了 向组长做错了吗 他也就帮我们说话而已 差旅费一直有问题 你们知道 怎么还倒打一耙呢 我说你们技术部的男生 是真蠢还是真单纯啊 这长得漂亮就可以为所欲为 做什么事都能被原谅吗 我大伯说的话能有错啊 这老董真生气就是真生气了 现在召开紧急会议 就是在讨论这事呢 如果因为他一人 影响了我们一年的年终奖 你们谁负责 别连累我们整个公司 谁让我负责 我负责 你负责什么 跟你有什么关系 向元是技术部的人 除了是我们整个技术部 一起负责 如果这件事情 谁觉得我做错了 大可以站出来 告诉我就好啊 你就是做得不对 怎么了 还怕我不说吗 提高拆旅费的标准 对你没好处吗 就怕你搞不定拆旅费 偷鸡不成十把米 影响了我们大家的年终奖 就是 咱们走 走 烦死了 都散了吧 去工作 我看他们呀 这没事找事 闲的 我真是搞不意买 这跟他们也什么关系啊 行吧 工作了 部长 我帮你去工作吧 谢谢 好 我 走了 我 我 元姐 我也起出什么病来了吧 谢谢 微臣告退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远远的电话 听了严肃 什么心的 喂 喂 结藏了 锅盖都铺上了 你少废话 说正事 我的正事呢 就是现在要为民起命 维林封公司这边的 报销费用 包括拆旅费用 还有出差的时间安排 实在太不合理了 哦 那你有什么意见 我刚拟了一份 关于维林副公司 拆旅报销的修改办法意见 你看一下 我希望能够人性化 关于我们维林副公司的 拆旅费 我不同意 那个前几天 客户被你得罪了 维林明年的销售 我就变成了副城长了 知道吧 我们之间的这个赌月 胜负大概都已经 看出来了吧 你可以回上海了 别在维林瞎折腾了 我早就跟你说过 你现在言之过早了 我们只是损失了 这一个客户而已 那凭借我们过硬的技术 我相信在市场上 还是完全可以立足的 我跟你说过 技术在生意场上 它只是一小部分 最重要的是销售能力 维林的销售能力太差 已经救不回来了 爷爷 我们是个科技公司 销售好不好 全凭你的技术过不过硬啊 再说 现在科学技术 才是第一升展历 当年我妈妈 也是把毕生型学的奉献 给了科研 我奶奶不也支持我妈的吗 你忘了你妈妈当年的下场了 你忘了你小的时候 多孤单哪 你是不是忘记答应我什么了 什么 反正你只要一切靠自己 如果你还能维持得住维林公司 那爷爷以后一切都听你的了 好 你个死兔八屁 那我也有一个要求 说吧 小八屁 去了维林公司以后 我要三次独立决策的机会 好啊 爷爷答应你 给你三次救命的毫毛 老师子 上人给你发了封邮件 收到了没有 收到了 要改吗 改吧 改吧 那怎么办 毫毛都给他了 还能怎么办呢 反正这公司明年就要关门了 就趁这个机会 给这小丫头好好折腾折腾 断连断连 那她说的那个出差条款 就按照她的意思做吧 好 走吧 明白 小丫头啊 给你赢了一根了 你赢了第一根 但是以后还不知道呢 谢谢爷爷 大家快打开邮件看看 维林分公司拆旅费报销的修改办法 重点不在这里 快看最后 管理层经过深思熟虑 采纳了维林分公司技术部二组长向元同志的意见 也希望各位员工多多监督 多跟向元同志学习 哎 行啊 本办法暂行集团正式员工 但见习生除外 见习生啊 谁是见习生 应音音啊 她总部名额没下来 是以见习生身份签的 就她一个 什么 我这 气死我的笑容 我等着 按说 咱们维林每年都有一定的转正名额 但这几年集探效益嘛 再加上清真压力大 名额逐年递减 今年维林就没有转正名额 所以应音音 至今都没有转合同 不过啊 这不是重点 哎 这还有份名单呢 我看 所有员工签约合同说明 呀 高冷 我看到你了 你是C 我也是C 油质是B呀 但老大为什么也是B呀 他不应该是A吗 这你就不懂了吧 听我讲哈 咱们东河集团的员工呢 分为A B C三类 A类呢 都算属于是早年员工了 都是开潮元老级别的人物 还有一些就是博士生 被特拼到总部研发中心的 B类呢 都是校招的本科大学生 都是通过笔试面试机 进来的 他算是各大高销的高材生了吧 老大就属于这种 不过他这几年一直被压着 所以生A忘了 哎呀 剩下呢就是C类了 都算设招的 咱们维林公司一二年才成立的 所以分配过来都属于是C类的 哎 那这么说 向组长是不是也算是C类啊 他不也是分配过来的吗 嗯 但是我刚看名单 好像没看见他 怎么没有啊 往下翻 我有点怀疑我的眼睛啊 我也是啊 向组长是什么来临啊 诚然不露笑啊 所以说我们整个公司 只有李总和李总是A类 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袁姐是A类对吧 怪不得她要年休假 A类的年休假可比我们多五天呢 而且福利也特别好 哎呀好羡慕啊 真是宝藏女孩啊 我都想放弃书姐 去追我鱼儿姐了 我录音了 这天给书姐拔起了 哎哎 你干嘛呢 什么时候录音这臭毛病 哎哎 慢慢来 哎 别动 别动 我骗你的 我没法 哎 我没法 我看错了 哎 清清啊 你知道这个怎么删吗 右上角啊 哦 你可千万别跌了 哎 媳妇儿 油质磨刀我生意 可太像了 哎 跟我走 哎 哎 媳妇儿 就是看见这个 省字才给我买的卫衣吧 你太顺手了吧 我错了 我错了 哎 媳妇儿 我看得了 哎 哎 媳妇儿 你听我解释 我对你的感情 天地为正日月可见 比珍珠还真 比金子还贵 你可千万不要听 油质他们瞎起哄啊 这么说 我还得要奖励你 这日月可见的一腔真心 哎 也 也没有 我这个人嘛 就是比较心直口快 你这 这 这不是我 最想要你一款 体育刀吗 这 送 送我的吗 不然呢 这洁面 修鼻毛 修病脚 不都正是你需要的吗 我媳妇儿 对我也太好了吧 我媳妇儿是全世界 最温柔 最善解人意的女人 品味还那么好呢 别评了 我对我男朋友的颜值呢 还是有所要求的 所以出门的时候呢 把自己整理 整理好 我看了也可以舒心一点 真命 让你成为你 变成真人 乖 大伯 你说这事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们都在公司待多久了 现在怎么还被一个新人 还被一个新人给齐磊头上 欺负了呢 我还没听说 最近有什么关系户 要放到你们梅林呢 你放心啊 你现在就是维林最大的关系户 没有人能喊动你的地位 看来这个差彻改革政策 本来都是总部的一员 他只不过是虾猫铺上四号子 那八成事吧 行了 我呢 我也不跟你聊了 我这次来维林 事情还很多呢 总而言之 你呀 就给我安分点 别给我惹事 好 你对吧 徐晨师 你是不是知道向远的合同 才对她这么好的 对不起 发错了 又不幼稚 没关系 见习生日 你谢好什么 没想到我向远妹妹还挺有脾气啊 这话不多 但挺噎人的 他从小就这样 别人怼他 他都是直接怼回去 绝对不可能在口头上吃饭 改完了 还得是你呀 我这半年不写成绩守救生 你跟远妹妹 到底怎么样了 吃拿就碗 跑不了的 你别生盈盈的气了 他就是这样的人 你再爸自己身体气坏了 还有人那么小气啊 社会上总有个这样的人 喜欢自诩为正义 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去指责别人 但其实呢 自己做错事的时候 呗 又去责怪别人不够宽容 其实这样的人呢 用一句俗语就可以统成 你知道是什么吗 用圣人的标准 要求别人 以贱人的标准 要求自己 早啊 又里边请 里边请 今天怎么那么早来上班 来来来 吃早饭了吗 真的是 今天天气挺好的 来来来 A姐来了干吗 干吗 扔开扔开 快快快 来来来 请坐 请坐 A姐啊 这次经费的事 您算是立大功了 那个 要不 要不我们晚上出去喝一顿 A姐 这是 难道 还到我是Aシャース了 好 刚刚说了 这是她对全公司 除了李永彪 还有李慶以外 唯一活体A类员工的尊成 对对对 感冒了 喝不了 你 你是 真 真干猫了 骗你干吗 这种事有什么好骗你的呢 带病上班 坚持不懈 能涨工资吗 完了 情报有 我先撤了 我已经到手里 怎么要到了 继续 现在还要给你 今天我们家的房子 就全部报名 也别啦 这大家要联系 你以为你可是 你也没想到 这座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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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 今天这个发布会呢 还是由你们技术部来准备 这个发布会我等了好久 终于可以借这个机会 好好介绍一下我们的新品 再提高一下我们的销量了 你别那么激动 咱没那么多 搞得真是挺大的 说白了这个发布会啊 就是请老客户吃吃饭吧 联络联络感情 明白吗 所以说啊 没必要费心思去 准备得很复杂 准备去吧 关于发布会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在咱们现有的产品基础上 做一定的修改和调整 做一个网络货运平台系统 因为我查了一下数据啊 咱们公司近几年 是货运导航使用率 会比较高一点 就是从10年到现在 咱们国家的物流总量 数和增长率达到了13.45% 那么随着快递行业的飞速发展 导致了物流行业也在飞速发展 也就导致了我们卡车的使用量 突飞猛进 那么也就说明 货运导航的使用率 也将会有更大的一个需求 小组长 你是被我们老大附身了吗 别打岔 但其实更多的人 只会关心有多快和多久的 能够收到自己的快递 其实我们照有人 能关心我们货车司机的 安全健康或者是便捷问题 所以在大家都在 卓眼看物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放开开一看人 如果我们能一站式地解决 我们货车司机的众多服务需求 我觉得这将是一个非常有市场价值的 发展方向 到时候 就是咱们维林公司 大展拳脚的时候了 好 你说向远她会不会是什么开朝元老的 孙女之类的 那不然以她的简历 她凭什么A类合同呀 我觉得有可能 那徐彦时 一捞一个准 我说你们两个那想象力要不要这么丰富 徐彦时有什么好的 什么都没有 要钱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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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背景没背景 找她干吗 干吗 请你们喝奶茶 连我一个包她都买不起 要我说 她就是那种传说中的小白脸 脸也没那么白起始 要不是陈衫 估计在维林连个 必都算不上 而且那女的为了她连婚都不解 不知道吧你们 应该确实现在可好了 骑着离找马跟向远拨得上 还好机智如我 倒是没有太用心 要我说呀 你就别惦记那徐彦时了 你说实话 咱们楼下那奶茶店的小哥哥就不错了 我跟你说 他每次去买奶茶 那小哥哥眼睛都贴到他脸上去了 这 干吗 那我我长得好看貌美如花 人家看我仰也不挺正常 嗯 咱们有些花呀 天天是想方设法地去喝奶茶 那个奶茶小哥 真比徐彦时靠谱 好像也是啊 再去喝几次奶茶就给他 拿下 拿下 说到我突然就想喝奶茶了 走吧 希望你们两个喝奶茶 走走走 走走走 我跟你说小哥真的帅 我看你再给我买 各位 给你们说个好消息啊 谁想喝奶茶 啊 要不要 要不要 快快快快 谁请你喝 随便点 红茶拿铁加大加糖 那我要抹茶奶盖 我也要抹茶奶盖 四碗奶茶 可以有两杯吗 慢点慢点我都去不住了 一会儿你们发群里好了 发群里啊 我先去给大家买了啊 好 小龙小李 你们也发群里啊 喝什么 哎 你要不要喝什么呀 我都请 你想喝什么 那一起去吧 你妈 你别跟我头发这么坏 哎 音音 嗯 这么好 又请同事和奶茶 对啊 你们要喝什么 那是我们音音啊 哎 你们都是音音的同事吧 对啊 我给你们打八折 帅哥 既然都这么发话了 我们就 客气了 牛狗 那我就开始点了 我看一下他们在群里说 要什么 哦 要 两杯四碗奶茶 一杯红茶拿铁加糖 两杯抹茶奶奶 一杯红糖生姜水 你的我已经帮你选好了 要一杯冰美式 我要一杯摩卡 也要冰的 一会儿呢 送到我们维林技术部就好了 这样就挂在我明音身上 我 哎 还是我们音音打起 谁说不是呢 谢谢你 不用客气 好吧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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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喝什么 还不快点 不不不喝了 他俩不喝了 算钱吧 今天他们还在背后说你坏话呢 一天到晚诋毁我 诋毁得没完没了的 我现在才让他们请喝奶茶 已经便宜他们了 我现在真的是比以前 善良姑了 高兴了 高兴了 嗯 冷静冷静 怎么能因为牵了一刹手 就这么激动啊 好 冷静 我又查到徐燕石的消息了 也不用查了 我就知道了 哎 他好像还是陈山的男朋友呢 不可能 这事我问过陈山 陈山跟我说了 他俩不知你们的关系 那他哪儿好意思承认呀 毕竟徐燕石小他那么多岁呢 哎 我有照片为证 我发给你 哎 就这张照片在东河传的还是挺广荡 我还打听了一下 感觉有不少人都知道他们的关系 爷爷不是只要你去查人家背景吗 你查这么多八卦干嘛 骗子 骗子 又是骗子 哎 孙副长 这有一些发布会的文件 需要你和老大签下字 那我一会儿给你吧 进 下班前签完给林晶晶 等一下 我们快就看完 我们快就看完 好了 清清 好的 组长 友志 数据月报给我一下 我在纸质板上做了些改动 这老大那儿呢 他说要亲自过吗 好 好 好 你过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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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进 今天有空一起吃饭吧 没空 相部长 你顺便去老大那儿帮我拿一下去年民雄那项目付盘报告呗 明天呢 也没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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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回自己拿 偏偏这几个人一个个都跟说好了似的 玩我 闹哪样 还有学生 突然约我吃饭是要干吗 另外两份数据 该好帮你邮箱了 知道了 后天也没空 好 为什么要求求我 遇情故纵 第一步 制造机会 第二步 英雄救美 第三步 事当事弱 第四步 引造浪漫 第五步 实体解冲 进 不好意思 打扰一下 是你们 那奶老放这儿了 不 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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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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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两个名字 书书书书 书书书 我拿 谢谢 喝完了以后千万要记得谢谢应应应应同志 好 应应应请 好 她不会是想追我吧 我刚上厕所的时候她还对我笑来着 哪儿来个自信啊 你 你又去上厕所了 真好业 哎 李迟去哪儿了呀 我早上也看到她呀 她不会跟应应应用到败了吗 她好像很长时间都没和应应应一块出去了 嘛 你找啥呢还没找着 红糖生姜水啊 那边视频又传染了 大爷妈来了 没 随机闹肚子了 哎呀 不过说起来吧 这也是应应应第二次请我们技术组喝奶茶 第一次什么时候 追老大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整个技术组一人一杯 还搭配法式小点心 是很精致的下午茶呀 不过老大没要 送的干嘛不要 不要白不要啊 因为老大说我应应太麻烦了 总之了 还好老大当初没有被她迷惑 应应应这个女人 还是有点恐怖的哦 但是女人都恐怖 越漂亮的女人 越恐怖 我觉得我们向组长就很可爱啊 那我还是希望你能开我片面 这俩这有什么区别吗 你说 好了好了 干活了干活了去干活了去 走走走 干活了 书姐照老大谈事呢 好像说的是迷雄的事吧 那你一会儿抽空 赶快把这拿回去吧 嗯 向远她让我约了黄启明在今天晚上 既然你都回来了 要不就一起吧 嗯 向远她这个脾气啊 还是得多磨磨 她这么闹腾下去可不行啊 你说平时欺负一下应应也就算了 毕竟她确实挺蠢的 嗯 但要是得罪了像黄启明这样的人 她会吃亏的 她 确实是比较皮 想告诉你我眼里最美风景 就是你带笑的眼睛 想和你去无人的地方旅行 只属于我们的天地 每当想起和你的无所孤寂 与你分享所有秘密 如果生活能写进一首旋遗 那么我想唱给你听 每当和你在一起 我让生活变得很远去 深呼吸 新鲜空气 抱负你在身边耳语 每当和你在一起 无论发生什么都可以 窗口的风 吹醒自己 只要和你都有意 想告诉你我眼里最美风景 就是你在笑的眼睛 想和你去无人的地方旅行 只属于我们的天地 每当想起和你的无所孤寂 与你分享所有秘密 如果爱情能写定一首旋遗 那么我想唱给你听 每当和你在一起 随着你 无论发生什么都可以 眼中黑 受伤的心 每当和你在一起 无论发生什么都可以 夜的黑 手上的心 只要和你都有意义